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 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不過在介紹今天的內容之前 我們想要先問問大家幾個問題 追了太多以沉重議題為主的影集 最近想換換口味嗎? 如果對你來說以上皆是的話 那我們非常推薦你剛剛上架Netflix的這部停格動畫影集 《拉拉熊與小薰》 先解釋一下我跟水某都沒有在謎拉拉熊 雖然我本人很愛夾娃娃 但也只是喜歡玩並不喜歡玩偶 因為對我們來說 我們領養的狗狗Lesson比所有的娃娃都還要可愛 所以會喜歡上這個影集實在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事情是這樣的 就在幾天前我開始例行地隨意逛Netflix 實在很好奇Netflix怎麼會上架這種 明顯是給小朋友看的動畫 就點開來看了一下 沒想到這齣劇集可以說是莫名的療癒 讓我們一口氣就把整季都看完了 一整季乍聽之下好像很多 但其實《拉拉熊與小薰》一集才10分鐘 一季有13集 等於說看完整季也在花一部電影的時間 《拉拉熊與小薰》的角色與故事設定 源自於同名繪本 而影集的編劇是《迪尚職子》 他的其他知名作品還包括了我們很喜歡的電影 當他們認真編織時 被稱為透明療癒系導演的他 能導也能寫 特別擅長描寫在甜淡的日常生活中 我們所經歷的人生課題與感受 每一集除了有獨立的主題之外 13集的時光橫跨一年四季的東京 精巧可愛的停格動畫呈現出了明顯又細緻的場景變化 讓觀眾可以看到縮小版的《櫻花祭》、《梅雨祭》 《夏日煙花祭》還有《堆雪人》等等 主角小薰是一個住在小公寓中的單身OL 在這一年裡面 他經歷了許多年輕上班族都有過的日常煩惱 也經歷了不少的體悟與成長 而《拉拉熊》、《小白熊》與《小黃雞》 就像他的家人一般 陪伴著他走過一整年的酸甜苦辣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請先開啟字幕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影片上線時的通知了喔 《拉拉熊》又名《蘭蘭熊》 從他的日文名字《Rilakkuma》 就可以看出他的個性 這個源自於日本繪本與漫畫中的角色 還有《小白熊》與《小黃雞》作為他的好朋友一起生活著 《拉拉熊》的個性很慢火 喜歡看電視、聽音樂、躺在藍骨頭上無憂無慮地過日子 他最喜歡吃鬆餅、冰棒、糯米糰子等等 《小白熊》的個性活潑好玩 總是喜歡惡作劇 對生活充滿好奇心 而《小黃雞》則是家中的管家公 愛乾淨的他總是在整理家務 收拾兩隻熊的殘局 與繪本的故事設定相反 在影集裡面照顧他們的上班族小薰 小薰才是故事中的主角 總是煩惱不斷的他 一直想要養一隻小貓 每天能夠迎接著他回家 某天小黃雞把《拉拉熊》撿回來之後 他原本以為他的夢想成真了 但沒想到一直貪軟在家中 只會製造垃圾、睡覺還會打呼的《拉拉熊》 根本就不是他夢想中的寵物 但是在相處之後 小薰才發現《拉拉熊》從來都不是他的寵物 而是陪伴他走出煩惱的好友和家人 在今天的介紹中 我們想要藉由其中三集的故事 來分享這部影集 帶給我們的三個感動 小薰與大學時代的六位好姐妹 每年總是相約一起賞音 但是在大家出社會之後 越來越難全數到齊 按照往例 小薰滿心期待地準備著賞音、便當還有啤酒 希望今年還是能見到所有人 但沒想到坐在櫻花樹下等待眾人的她 卻發現同學們都放她的鴿子 有的孩子生病 有的還在加班 有的人寧可參加簽書會也不願意出席 但是最讓小薰難過的是揪團的人米娜 居然還說不知道他們原來約的是在那一天 看著自己被丟下 同窗好友各個都展開了新的人生 唯有自己還徘徊在過去 小薰一氣之下就喝得醉醺醺回家了 當天晚上 拉拉熊與小白熊熱情地拉著小薰 帶著他們烤焦的鬆餅到河邊賞夜櫻 看著漫天飛舞的櫻花花瓣 小薰難過地說 他們沒有一個人來 我是唯一一個沒有改變的人 你也有過這樣的時刻嗎? 看著別人都在往前進 自己卻在原地踏步 就像小薰羨慕櫻花一樣 希望自己就是別人 那麼的絢爛華麗 但是每種花的開花旗都不一樣 就像人的熟真旗也不同 當自己的時候還沒到 又何必因為走得快慢而擔心呢? 走好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夢 不嘲笑誰、不埋怨誰、更不羨慕誰 就是一個美好的人生 美羽記最討厭了 空氣中瀰漫著潮濕黏膩的氛圍 到處都濕搭搭 每天的通勤變得像打仗一樣 不只瓷磚返潮 地質發霉 嚴重一點的 甚至還跟小薰家一樣 到處長滿蘑菇 在這一集裡面 小薰在公司的廁所無意間聽見同事們說 聯姨就差一個女生 但還是不要找小薰好了 因為她的個性太嚴肅 聯姨的氣氛會不好 難過的小薰 心裡就跟外面的天氣一樣哭泣著 回到家看到家裡長滿蘑菇 索性全部摘下來烤來吃 就連啦啦熊身上的也不放過 大家都很擔心也很訝異 向來謹慎小心的小薰 怎麼會這麼魯莽隨性 等到看到青蛙務實之後 嗨翻了小薰才發現 她不應該藉由外在的東西 來隱藏真實的自己 就算被排擠、被批評 也不要因此而切割掉部分的自我 雨天就像是自己個性的某一個面向 或許乍看之下不討喜 甚至有時候令人困擾 但也因為每個人的人格特質 有著不一樣的層次與特色 才能造就眼前這個獨特的自己 而且 接受真實的自己 比尋求他人的認同 更令人感到踏實 小薰的媽媽一直希望他能夠辭掉東京的工作 回到老家務農 媽媽說他在一間公司裡面只是一隻小螞蟻 少了他公司也不會怎麼樣 再怎麼認真工作也不會被升職 他的年紀不小了 是時候為自己的未來打算了 這一集裡小薰不只掙扎著要不要離職 他在打扮的時候也總是在兩個顏色中猶豫 就連去逛夜市 要吃章魚丸子還是烤豆子他也沒辦法決定 小薰受不了自己優柔寡斷的個性 對於未來他不知道要做出哪一個選擇 拉拉熊看到他這麼因為猶豫而感到煩惱 堅定地示範了一口氣吃章魚丸子和烤豆子 小薰看著滿足的拉拉熊忍不住問說 兩個都吃可以嗎? 他發現其實每個決定各有各的好 而誰說不能都擁有呢? 原來看待選擇 可以把它當作先後的問題就好 不管是丸子還是豆子 紅色還是黃色 甚至留在東京還是回老家 都只是眾多選擇中的一個 可以選擇都要也可以選擇都不要 在這些選擇背後有他的代價跟好處 只要自己有務實的衡量 那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我還記得Sweebo在每一次的離職決定以前 也都是這樣掙扎很久 雖然說理性上可以用邏輯思維來幫助做決定 但是在情感面上總是還會有放不下的地方 這個時候就很需要一個人在旁邊幫忙推一把 點出情中的盲點 也就是只要你還有選擇就已經很幸福了 在這個前提之下 只要記得聚焦在自己能夠因為選擇而獲得了什麼 而不是糾結於會失去什麼 這樣一來選擇就不會這麼困難了 幸福就是有選擇的自由跟有放手的勇氣 《拉拉雄與小薰》是一個暖心又幽默的影集 他們一家四口的日常就像是身邊的朋友、姐妹 甚至是自己的日常 有時候會覺得倒楣 就狂買風水小物還跑去算命 但卻忘了大家都有那樣的日子 是自己太過神經質而白忙一場 總是期待愛情 卻用錯誤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幻想 就像是小薰為了常常見到心儀的快遞先生 就買了一堆健身器材 等到帳單來了才發現得要縮一節時好一陣子 甚至是閒閒沒事做的老闆喜歡在大家忙碌時閒晃過來說 公司沒賺錢、人力緊縮 大家只好分擔多出來的工作了 緊接著卻微笑著提醒大家不要加班早點回家吧 《拉拉雄與小薰》真的是一部出乎意料好看的影集 不管你喜不喜歡《拉拉雄》這個系列的角色 相信你會跟我們一樣 帶著會心一笑一集接著一集看下去 現在完整的第一季已經在Netflix上架了 我們真心推薦給你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影片上線 不想錯過的話就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要按下小鈴鐺喔!